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是马上就要离开目前岗位的这些决策者们 还是说希望政府的生涯中能够继续发展的这部分的 还没有提拔的这部分人 都希望在2012年经济和社会相对比较平稳 所以稳字当头求稳的第一个方面增长速度 为什么增长速度紧接挨的是什么 就业 那么GDP增长速度 我一直在预测 过去这里将近两年 整个的宏观政策的走向 是要逐步逐步的放缓增长速度 逐步逐步的要调整结构 转变发展方式 所以在2012年 这么一个大的政策的走势 不会逆转 也就是说在今年 尤其是在第一季度末的时候 按照今年一季度跟去年一季度相比 整种指标会出现打引号很难看的情形 数字很难看 工业增加值 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 等等 还包括个别的制造品的价格 往下走 可能到了这个时候 经济活跃程度在放缓的这个过程中 会出现一定的政策微调的这么一个局面 那么怎么样子微调 来保持增长速度不至于下降太多 最基本的一条 还是固定资产投资 有相当的一部分固定资产项目 现在处于停顿之中 包括高铁 该投资的 有一种种原因 资金的原因 环保的原因 论的压力等等 现在属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状态 那么到了一季度的时候 为了要稳住整个增长态势 不要下降太快 所以部分的高铁项目 可能需要恢复 我从去年的五六月份开始 我就讲一个观点 尽管7月23号出现了温州的事件 我坚持认为高铁的商业模式 正在改变老百姓心目中的中国的版图 我讲一个具体例子 安徽凤阳 小地方 靠近邦步 安徽凤阳步 这个地方以前很远了 我们坐火车过去要一天 甚至更长的时间 现在我告诉大家 凤阳步就是北京或者是上海的远郊区了 从这儿到凤阳步两个半小时火车 从凤阳步到上海两个小时 顶多两个半小时 如果你们各位老总要在凤阳 设议一个分公司 太方便了 早上拿电话 中午就来给你汇报工作 晚上又回家吃饭了 太方便了 这就是远郊区的概念 而且在北京南站 坐地铁过去就行了 高铁来了以后 它会改变咱们心中的版图 改变地产 改变商业模式 改变人口居住的方式 等等等等 高铁沿线 高铁点子上 这些城市都会发展比较快 所以高铁这个投资 如果增长速度下降的话 我坚信是有可能能够恢复的 第二个水利建设 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并不是要修三峡 并不是要修刘家峡 现在是中小水库需要修 国家拿出四万亿 说未来十年搞水库建设 主要是小型水利 小型水库 这个太应该做了 中国的农业天天就是看天吃饭 春天怕干旱 夏天怕水灾 就是这个水的问题没解决 我再讲一个具体的事 你们知道北京是缺水 不说了 这都知道 可是大家知道 北京是一年的降水量 和乌都伦敦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问题是北京的水 一年只有四个月 这个六七八九 这四个月就搞光了 没有降雨了 没有降雪了 很少很少 伦敦隔三差五来一场小雨 是吧 这多好 它那个水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北京这个地方 如果说要解决水的问题的话 除了一个当然是节约用水 毫无疑问 另一个问题就是 北京它水的调节能力太差 只要为下个两小时的雨 就马上就生水灾了 所以这个水利建设 所以对于今年 完全可以提前安排 今年对于保增长这个问题上 应该说有充分的政策 这个腾挪的空间 所以我不担心 今年的增长速度 就像我昨天一百年 最后一百年 If you want to 都不是 感谢观看